80公斤以上可以吃铁铛的黄烧吧 80公斤以下还没吃 离的病人从医院逃跑 警方正在追捕 另外一个事情 早先在疫情爆发 初期举行大型集会的这个牧师 就是哈利路亚白头发 这个大叔前几日确诊 被送进医院 进医院的时候还是面带笑容 没有佩戴口罩 今天已经病情加重了 就愿天堂没有哈利路亚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参加过各种非法集会的民众 会被处以最高200万的罚款 200万大概12000人民币左右 还有就是如果在公共场所 虽然之前也有提示 就是禁地铁在各种公共设施内 必须佩戴口罩 但是今天另外这条消息是 如果在乘坐地铁 各种公共设施的过程当中 不佩戴口罩的话 会被处以最高300万韩币的罚款 就是大概16000人民币 这几条消息呢 我觉得挺好的 还是罚款比较来的实在一些 不管是什么国家 所谓的高素质低素质 还得靠罚 包括首尔最早实行地铁站门口10米里内 不让抽烟就是规定的时候 起先也是很多人并不在乎 最后开始大规模罚款以后 现在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希望 毕竟我人在韩国 希望韩国早点效仿中国进行普检 这样的话可能社区传播的概率会降低很多 就是希望能越来越好吧 我要去称体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到80公斤的话 我就不能吃红烧肉了 这个是最早期F16它所使用的雷达 叫做APG66 那这个APG66呢 它能够最大的搜索距离 大概在150公里 所以升级的F16呢 现在有一些是用所谓的APG68 它的空中搜索距离达到了296公里 雷达能够搜的距离越远的时候 我的武器设备 我的飞弹 我的什么 我的安全 我的飞行员其实可以保持在安全距离 就是我比你更早发现你 我就可以控制我的飞弹去打你 就这么简单 就你还 我还没看到你 我可能就被打掉了 对 这就是老共的飞机一直被人家讲说 对它也便宜 它数量很多 可是进战的时候它可能有优势 可是远距离的时候 因为老共的雷达没这么好 怎么会被美国打架 到底有没有一战能力 抱歉 中国可能真的没有一战能力 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最近不是有越来越多什么东西 什么演习的影片释出 像我们刚刚看到非常非常多雷根哈 美丽坚号演习影片释出 对不对 中国当然不甘事 中国也释出一个惠州舰的 时代演习影片 结果大家一看 这哪是什么演习影片啊 这根本就是军舞动作片啊 就是军舞动作片 影片破绽百出啦 你与其说它是所谓的演习側拍 不如说它是一个大型的军舞动作片 你把它当动作片 看起来会比较了不起一点 试射的飞弹呢事实上呢 是无高度射线 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有人怀疑说 会不会是天宫三型的这个防空飞弹 告诉各位 除了天宫三之外呢 很可能有一颗 那么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熊二一增层飞弹 也正式的试射了 增层飞弹来了 没有错 熊二一增层飞弹 那么事实上呢 熊二一的飞弹呢 我们已经那么大概生产了 大概有这个240颗左右 那这个熊二一增层飞弹 它跟配合过去啊 也就是所谓的云风飞弹 射程飞弹600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 讲话拍天啊 直接可以打到你上海跟南京啊 然后呢 预计熊二一增层飞弹 可以大概生产100枚 这在马英九执政时代 是没可能的事 我们现在都这样做了 这里面结果我和王文文 是赚到了便宜 对 因为80公斤以上才能吃红烧肉 可是你知道独裁跟民主的政权 就在这里发现差别了 他讲说这个食物料协约 就产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有可能说80公斤以上 可以吃蜂蜂的红烧肉 80公斤以上还不可以 这些东西救不了粮荒 我坦白讲这种浪费救不了粮荒 它真正的问题在于 从武汉肺炎开始 人就萧条了 全世界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 中国真的缺粮 所以它才开始有这个 要大家节省粮食 事实上整个中国呢 30%的粮食 是靠外面进口 他们偏偏去抢卖 但是有用吗 我们朋友回来跟我说 他说他们偷借到什么传托 他们偷借到 我们一桌来 上面如果叫十道菜 算多了吧 他说面顶又打起来 双层食 双层食 双层食吃不下 双层食吃不下 台湾人会觉得 没有打包了 请教各位 有去过中文吗 没有 二十几年前 买出来了 又怎样 要跟你搬个奖吗 一个航空母舰上面可以载 多少官兵 3000到5000人 对不对 跟老美打 打不赢的 但是集中权力要打你一架航空母舰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在我附近 你不是在夏威夷 你到了这附近来 我亲全力要打掉你一架航空母舰 能不能打成 一定可以的 我告诉你 美国珍珠港加921死多少人 也不会就是5000人 911小学生 也不会就是5000人 对不对 你看我今天有代言你的小妹妹角色 不错 911加上珍珠港5000人 你一个航空母舰 就可以让你死这么多人 美国怕怕 美国当然怕 所以美国航空母舰 其实很少靠近很近的 他基本上也就是在紧张时候 维持一个距离 他也怕 那为你台湾一下死那么多人 他愿意吗 值得吗 如果是没办法的 打你 他为了捍卫台湾 保卫台湾 非要这样不可 叫你无视生非 这样故意惹起一些麻烦 这就变成 他为什么生气原因 就无视生非 太起人忧天 因为坦白讲 中国也还没准备好 两栖登陆舰都还没开始成群 然后三年 然后航母的舰队也还没有成群 你说这个时候 他就贸然来打 不论 不论我要建议一下民进党政府 尤其是蔡英文政府 应该要去谴责一下 对啊 三天就想要把台湾给攻下来 对不对 这他们的评估是什么评估 他讲的不是攻下来 他就是说 造成一个既定事实 在一个中沙岛 是啊 那我们三天就可以 随便一个岛被拿走 三天就可以 随便一个岛 被打走吗 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 我吃不了 吃不了红烧肉了 吃不了红烧肉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定语歌 定眼 定语歌 甚至超过了这个田鼠歌 还有榨菜歌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它起个外号 在最早关注定语歌的时候 大概是试射天空飞弹 然后到后来各种各样 定语歌有这个潜质 那关于这种说法 我觉得大概率是说 大陆因为洪水的原因 很多的耕地被淹 以至于现在国内 国内的同胞们 都吃不起 吃不起粮食了吗 都已经开始这个 超过了当初 要拿身份证 买肉的程度了吗 现在80公斤以上 都不让吃 不对 80公斤以下 都不让吃红烧肉了吗 为了节约粮食 那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不对啊 应该是80公斤以上 不让吃红烧肉才对啊 减肥 80公斤以下 怎么怎么也得长长肉啊 得多吃一点 这怎么搞的80公斤以上 我没太搞懂啊 我这个思维是不是有点问题 大家可以说一下啊 再一个 另外一种说法 当他说 一桌子上十道菜 菜上叠菜的时候 大家是否很熟悉 当然如果说 你是从小到大 就一直在国外生活的朋友 可能不太了解 包括很多留学生 最早刚来到韩国的时候 跟韩国学生一起接触出去吃饭的时候 会 大部分人会说 这个韩国人怎么这么 抠啊 问题就在于 生活习惯不同 那我之前在 明洞 就首尔的明洞 打工的时候 在饭店 也有来过的香港游客 也有大陆游客 包括日本人 还有台湾来的游客都有 当时是在夏天 可能是台湾的学生毕业季 因为学生没有很多钱 然后一起组织 来这本旅游几个人 再点餐 再纠结一份5000韩币的餐 和一份6000韩币餐之间的差异和价格 然后再拿计算器 算成韩币兑换美元 再兑换成台币以后的价格 当时我有点确实有点不耐烦 也不了解 后来了解到 大概是这样的习惯 我也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但是可能国内的状况又不太一样 大家一般出去可能都是 我小的时候是这样 高中以后淡学 可能就是今天一个人 请客了 今天我请 下一顿你请 下一顿他请 下一顿包米请 不像现在在韩国 包括很多欧美国家 大家习惯于age 我刚来韩国的时候 我也不是特别的习惯 但是我现在其实挺喜欢这种方式的 每个人减轻不少的负担 而且不用有什么太大的经济的压力 当然这个都是大家的习惯 在国内可能大家更习惯说 一个人请客 今天我请 下一顿你请 不喜欢 这样算钱算来算机 特别麻烦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国内东西没有那么太贵 虽然有些地方物价比较高 但是相比于一些国家来说 物价还算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他所谓的双层 双层 这不就是饭店 比如大家一起过生日 或者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的大圆桌 一个大圆桌 一圈菜或者碗筷 然后上面有个可以旋转的桌子 上面再摆一层菜 可能是他说的双层菜 或者说大菜桌子太小 然后上面没有地方摆了 所以在菜的上面 夹缝中间再摆盘子 那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去打包带走 可能有些人要面子 不好意思打包 但是也有人剩一丢丢都要一个一个打包带走 像我自己在外面吃饭 如果剩的比较多的话 我也是会打包带走 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去形容 那首先他这个算术题 不对 他这个语文 反正他这个题他就没有算明白 为什么呢 他先说 中国缺粮 严重的缺粮 严重的缺粮 连红烧肉 是否可以吃红烧肉的决定权 已经需要用体重去航量 紧接着又说 中国人浪费粮食 这个 前后矛盾呢 反正 反正就是一方面 缺粮 然后一方面又 那个浪费 说的对 我忘记之前 有没有教过大家这个词 就是万能词 别人说什么以后 你说的对 我也觉得 他说的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